好 回來關心啊 這次利比亞的動亂越來越嚴重 各國紛紛的撤離當地的僑民 而台灣11位的僑民 預計今天早上6點抵達桃園機場 但是呢 這班機居然一改再改 到目前還沒有到 這個家屬呢 在機場是非常的焦急 來聽聽看他們最新的說法 欸 剛開始聽到卡達說很高興 然後第二天馬上告訴你 義大利航空取消 就很沮喪了 好 然後等到他告訴我們說 要走陸陸的時候你會更擔心 因為現在你覺得飛機還算安全 可是陸陸的話 你這兩個小時車程 你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萬一碰到報名咧 萬一碰到炸彈咧 萬一碰到子彈咧 所以當時我現在要走的時候 我們兩個心情就是很...很複雜 我怕會天然有別 可是他也不敢講 那我只好叫他保重 我跟他說你要記得帶水喔 那他就沒有回我 他說我們出去之後就失聯了 那後來陸陸續續 我再也沒有跟他聯絡了 是透過外交部 他告訴我們說 他們現在到了邊境了 他們現在到哪裡了 好 這個家屬當然非常焦急 而且一大早就來到現場守候 但是班機時間一改再改 但是我們剛剛得到最新消息 這是班機呢 在剛剛已經抵達台灣了 而當然呢 這待會我們記著 還會帶來現場最新的畫面 改進去 谢谢大家